曾担任教职的江美慧常以原住民为主角 而这幅描绘少女成长滋滋的画作 背后就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训导主任带了一个女孩子来找我 她说这个女生要住校三年 你要帮她安排一个船位 女学生走了以后主任才讲 说这是一个厨迹 三年以后她很安全地毕业了 很多年以后我要画原住民的图像 我就会想到她 所以我就从她少女的高中的那一个 比较稚气的模样 一直到一个大女孩 然后变成一个成熟的女孩 喜爱用画记录国内外山海城市风光 有成功的女人美誉的领美慧 则用勇士舞描绘出原住民坚韧的生命力 因为台东有好多的原住民 那有其中这大物主是在兰宇 因为它尤其是他们在风铃记的时候 非常的隆重 还有下船典礼的时候 他们会载歌载舞 然后大家把他们传统的服装 尤其是打着赤膊 然后穿着定制裤 表现出兰宇的力跟美 还有他们的传统精神 采用压克力颜料融合多美材作画 具有茶医师资格的接如影 希望自己的画作 能与官话的民众产生互动 形形色色的人都会有 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他 那我没有用人物给他形容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生肖 所以我用了十二生肖 因为我的画 它不是超现 不是那个艺术传统的画法 不是那个科班的 我是一个超现实的画 也就是当代艺术异象的画 擅长书画及陶瓷创作的黄秋香 则以大理史般的特殊水墨画作 吸引众人的目光 他也乐于和大家分享创作技巧 这个作品的基底 是用玉板宣纸 做toro的动作 然后在半开放的状态之下 喷水 喷完了水以后 我再滴它的墨 还有我想要的原料 然后做出不同的元素 在做不是三件作品 三张就可以变成一个作品 我是做了一二十张 然后你从中取决于你想要的东西 中年毅然决然从台北到台东竹梦 负责这一次连展的宣传力 则将自己最爱的台东特色作物红梨 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作物 就观察它很久 一直很想要表现它 那我是跑到台东的土板部落 一个土板部落的朋友 然后我去那边看他们 看他们采收红梨 然后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那个感动 他们在阳光下面 灰汗如雨 然后在那个颜色非常缤纷的 这个红梨田里面 努力的工作这样 那那个情况感动到我这样 那我回到家之后 我就把我心里的感动 然后透过这个话来表现出来这样 这场由台东生活美学馆 与国富纪念馆共同主办的 岛东女毅力舞人连展 汇集五位来自日出之近 台东的杰出女性艺术家 各自以擅长的美材 诠释台东的南海青山等天然风光 也展现当地丰沛的生命力 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 虽然有些不是客观出身的 但是他们每一个画作 都有各展的经验 每一个是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个是有自己的生活历练 这一档展览 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有趣 非常充满了生命力 然后呢 充满了又美又香 又犀利又亮丽 你看我把我一直在这里都串起来 刀官文化部主任秘书陈登卿 立委刘兆豪夫人 及多位艺文界大师都出席开幕仪式 只说作品充满了东部阳光的温暖滋味 也呈现女性艺术家细腻的观察 非常非常的阳光 非常非常的东部 也体现女性非常细腻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 非常珍贵的地方 特别是环境 特别是性别是女性艺术家 所特别呈现的观点 希望门东也是可以从欣赏我们的台东 属于台东的画作心里会有一些感动 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这项位于国附近人馆二楼文化圈的 岛东女毅力武人连展 从即日起到3月27号为止 共展出77件平面与11件立体作品 包含油画、水彩、压克力、书画及陶艺等 邀请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来自花东的艺术创作能量与热情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